宋大侠 我刚派以车轮战 打一个受伤的老人家 这不公平 公子 是他 怎么他牛 爹 是无忌哥哥 这小子失踪了一天 怎么又冒出来了 他这一来不知是好是坏 他身边的漂亮姑娘是谁啊 这位少年朋友的话不错 虽说武当派和天鹰教重申四海 但是 我们武当却不愿意成人之危 这场过节 竟可日后再行清算 我们六大门派这次来 是冲着明教而来的 天鹰教早已脱离明教 自立门户 将无上人人皆知 婴老前辈 你不必躺这趟温水 还请率跪教人众 下山去吧 宋大侠好意 老夫心领了 老夫是明教四大护教法王之一 虽然自立门户 但明教有难 我岂能置身事外 你身受重伤 宋元桥 不愿趁人之危 前辈 空文大师 这次围剿魔教 各派敬仰你少林派 在武林中的声望地位 一致推举你为进攻光明鼎的 发号施令之人 你倒是说句话呀 还有什么话好说 魔教不能留下一个活口 除恶无尽 否则它是死灰复燃 又必会危害交互 华山派和空洞派各位 请将场上的魔教余孽 一概诛灭了 武当派从西往东搜索 俄媒派从东往西搜索 别让魔教有一人漏网 混乱派预备火种 烟灶魔教朝鲜 少林地的各取法器 送念往生经文 替六派寻难的英雄 魔教教重超度 画出冤孽 可恨我残居 雄雄圣我 生意何患 死利何苦 唯善除恶 唯光明固 喜乐悲仇 皆为尘土 连我世人 又患十多 连我世人 又患十多 善哉善哉 让我先杀了 那个白美老贼再说 快 且慢动手 你是为昆仑派掌门人 竟如此对付一个 身受重伤之人 也不怕天下英雄耻笑吗 哼 要你这个无名小子 多管闲事吗 小子 你是谁 我叫曾阿牛 我叫你 我是阿牛 有 有 有 我叫你 他要你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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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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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不信 奴階小兄弟 何太冲 老夫领教你昆仑剑法 通文大使 事先说好的 双方依照武林规矩逐一对战 不错 明教自杨卓氏以下全败下阵 但我阴某人还没有死 也没有认输 大师那一派宗师不可出尔反尔 以多取胜 屠戮我明教 各门各派稍等片刻 我等必须言而有信 真是麻烦 我空通无脑 就是来解决白门英王 你老前辈伤重在身 不如我先替你上阵 被诺不差 前辈再出马也不迟 你应当不是本家教徒吗 晚辈不属灵教 也不属天鹰教 但对老前辈心疑已久 今日和前辈并肩距敌 乃师分锁应当 不妥 你的内力深厚 老夫自叹不如 但是本领再强 也敌不过对方 人缘不断的武林高手 连番上阵 我应天正 为教而死 理所应当 你也平教 毫无瓜葛 没有必要 白白断送在这光明顶上 喂 废话讲完了没有 你 你 你老前辈 前辈 你老前辈说 你们五个不配跟他比拳 除非先渗得过我 再跟他老人家动手不迟 你 你 小子是什么东西 今天让你知道 空同派七伤全的厉害 人身五行 心属火 肺属精 肾属水 皮属肝属 肝属木 再加阴阳二气 一炼七伤 七者皆伤 这 这是我派七伤全国总更 你怎么会知道 七伤全的全功 没练深一层 自身内脏 便多受一层伤害 实则是先伤己 再伤敌 以晚辈的捉剑 前辈的七伤全 还没练到家 婴老前辈 你先歇息吧 这一掌 我被代劳了 小兄弟 多加小心啊 想的 太看不起我们空同派了 大哥 少跟这小子啰嗦 看全掌 Fitness 躺下 快 快 慢 快 他不可能会我名叫的无上心法 可他能把对方的全境移走 这分明又是乾坤大罗仪啊 对 怎么不对啊 爹 就算是乾坤大罗仪 没有足够的内力是不能运用自主的 爹 不要再乱猜了 待会儿等他打完了过来 问他一下不就得了 阴老前辈 这一阵没让你失望 先撑下场面了 曾阿牛的武功又精进不少 真是邪门了 阿弥陀佛 平僧少林派元殷 是你 当年就是你在武当山立着我爹灭龙门镖局 害同父母嵐而参死 这些人 你一定要牢牢地记住 别急着报仇 要慢慢地等下去 只是一个都别放过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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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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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盼望六大派和名教罢手言和 并未受任何人指使 要问六大门派 跟魔教罢手言和 难上加难 如果施主不是魔教之人 出家人以慈悲为怀 我可以不为难 请下山吧 怎不见贵派的元真大师呢 元真师兄 这次六大门派围攻名将 实则是受了奸人的挑拨 在下深知其中曲折原委 斗胆先请稀无止歌查明真相 谁是谁非 自可秉公判断 施主指名找元真 难不成你所指的挑拨奸人 是指他吗 不错 只要元真大师出来跟在下对峙几句 我保证他的肩谋 就能大白于世 你这小子奸华无比 你明知元真师兄 已经不可能出来跟你对峙 你硬是指明要跟他相见 那你何以不让武当派的张翠山出来对峙呢 元英大师 给你说话注意分寸 元英大师 这张武侠的名为 其实由得你乱说的 苦天下之人 皆知张翠山自甘下流 受魔教妖女的诱惑 最后落了个好色之霸 不许你侮辱张武侠 出家之人 居实而言 你住口 元英大师 这龙门镖局的血案 并不是张武侠所为 请不要如此记恨 何况张武侠 都已经自我身死了 再大的仇恨 都应该化解了 大师是出家人 四大皆空 何必对旧事 如此念念不忘呢 小施主你武功了得 我没话可说 不过我要问你 你为什么这样口口声声的 要与元贞师兄对峙呢 用意何在 元贞大师 俗名混元霹雳手成坤 他昨晚混入了明教内堂 亲口吐露 就是他设计挑拨了六大派 和明教之间的不和 不可火焰乱语 污蔑少林 当天下英雄之面 万表当天立誓 此事千真万确 若有虚言 万劫不得超生 片面之词 不可轻信 所以晚辈才需要 元贞大师出来 当面对峙啊 元贞师职 是我空剑师兄的 入室弟子 佛学精深 除了这次隋动元贞 魔教之外 多年来从不出四门 如何能是 魂元霹雳手成坤 更何况元贞为我六大派 苦战妖孽 立尽元祭 他死得清明 其容你 立尽元祭 成坤死了吗 楚家人不打匡语 我以少林掌门人身份 向你保证 空文大师所言不虚 他和我师弟李天元比掌 结果是一死一伤啊 你 尖贼啊尖贼 你一生作恶多端 终于有这么一天 呀 坏了 元贞扶主 罪回祸首 造了应得之报 仍是极大喜事 可是 从此无人对质 真相反而不亦大白 施主明知元贞世之已死 却将一切罪名吹在他身上 我岂能容你 老纳要动手了 是龙着手 小兄弟 不可大意啊 公子 小心哪 哎呀 大师出手 果然不同凡响啊 你心里不舒服吗 没有师姐 这种事师姐我可是过来人了 踢云纵 这少年 怎么会我武当派的踢云纵呢 哼 施主 你这是逃命 不是比武 大师招招要我的命 我就只有逃了 大师如果真要比武 也行 小可奉陪 不过 要是我赢了大师 那要如何 好 年纪轻轻 口气倒不小 如果我在拳脚上输了你 要杀就杀 要斩就斩 大师言重了 若是晚辈输了 自当听凭大师处分 不该有半句一言 若是侥幸 能够赢得一招半事 还请大师 退下光明顶 老纳不信龙爪手 治不了你 少林派龙爪手 乃天下擒拿法中 无上决意 既然你知之甚响 此时投降 不急不急 我话还没说完呢 方才对招的时候 我发现大师的三十六招龙爪手 变得好像有一点不太对劲了 好 一句话 你要是破解得了我的龙爪手 我立即回少林寺 从此不出寺门 大师言重了 请出招吧 你要是还以轻功闪躲 这场比武是打不完呢 行 完辈若是再倒退半步 便算输了 好 应要赢得公平 输也要输得心服 接招 捕风 转影 手筋 鼓色 披抗 倒叙 道残 手缺八十连环 捕风 捉影 手筋鼓色 披抗倒叙 保存手缺 你什么时候偷学到我少林派的龙爪手的 是刚刚大师教我的 龙爪手是我少林逆学 为何这少年能后发先至 而且出招的手法尽力 方向不为 更是稳训兼备 有如数十年苦练之功一般 他真有过目不忘献学献会的本事吧 这龙爪手如此厉害 必是经少林派数百年来千锤百练 是可说是不败的武功 只要我学了 乾坤大夺以后 能很快地记住他的招式 一样画葫芦 以龙爪手 与他对攻 若真要以别的拳法取胜 当真十分简单 好 我就以正画反 倒着头 好 你正确 罢了 曾施主 的确比老衲高明的多了 万辈是以少林派之武功 胜了大师 对少林派而言 并未示威 尽若以其他招式 恐难占得大师半点上风 曾施主仁义胸怀 老衲既敢且配 万辈犯上不敬 还请大师恕罪 这龙爪手 这龙爪手 到了曾施主手里 竟然能有如此威力 日后有时间 万驾灵必赐 老乃要一尽地主之仪 多多请义 不敢不敢 少林派武功博大精深 万辈年幼学浅 还盼来日 有机缘请大师指点 阿弥陀佛 不知前辈有何见教 他是华山派掌门 显玉童 武功平常 诡计多端哪 曾少侠请了 你谈中学 中我丧门断魂钉 最多 过过三个时辰 曾少侠虽神功改世 连拜昆仑空铜 甚至连少林神僧也敢拜下风 但终究 还是拜在我华山派之下 原以为 有人可以带我鸣教出头 眼看着就要化现威仪 却遭人暗算 天要亡我鸣教 福福和颜哪 我等就是评到最后一口气 也不让六大门派顺心如意 来 当然 他明明重乱 认识 stint 有 你怎么拼了 他一定是以乾坤大罗仪 来挪学移味 所受的只不过是皮肉上 嗯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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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太好了 太好了 好厉害啊 谭忠学乃人生死学 他居然没事 但不知是哪位高人门下 调教出这等 近视罕见的少年英侠 宋大侠 六大门派中 只剩下贵我两派了 老尼姑女流之辈 全仗宋大侠主持全局了 你也觉师太 我七弟和英教主已对过阵 未能取胜 灭绝师太剑法高超 定能制服他 好 我峨眉派就出这个头 有劳师太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让你夺来 少回来 别想破坏我的机会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张公子如此待我 师父必当我和他私有情弊 必会逐我出世门 成为武林中所不止的叛逆 直入 一剑 杀了他 杀了他 快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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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啊 你真的杀了他 你真的杀了我吗 对不起 师命难为 一剑 师父必当我以下 太忙了我 宫盛 武当儿 还有峨眉两派 那个不服在下调解他 请出来较量 怎么了 好聚强的人 他的神态怎么会那么熟悉呢 峨眉派认输 你若不死 日后再行算账 六大门派围攻光明鼎 五派军败在你手下 现在只剩下武当这一派了 六大门派此行的成败 全账宋大侠裁决了 爹 让我去料理了他 爹 公子 公子 要我武当派乘人之威 去对付这么一个重伤的少年 良心难安哪 大哥 以小弟之间大举为重 我五兄弟的名声为轻 柳叔 您的意思呢 您说句话呀 魔教作恶多端 除恶无尽 来我被侠义到的大姐 名声固然重要 但现今两者不能兼得当去大者 静柔 要小心 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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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阿牛 你若非名叫众人 尽可离去 自行下山疗伤 六大蒙派指出魔教邪徒 与你无关 大丈夫极身所难 死而后已 多谢宋兄好意 我绝于名叫共存王 我就算准了 你会这么说的 武当有意放你生路 你竟然痴迷不悟 碍于大局 宋秦叔只有得罪 令尊宋大侠 千千君子 天下无人不服 没想到他独自心计 竟如此臣服 曾少侠 你对我们名叫 已经是人之一尽了 弟兄们赶紧你了 到这步就不要再动了 姓宋的 老夫接你几招 小丑 小丫头 你干什么 有本事你杀了我再说 你别担心他杀不了我 可是你身受重伤啊 小丑 你挺身护我 为什么带我这么好 因为在名叫圣境的时候 你也护我 也带我好 一个你 一个猪耳 够了 就算我现在死去 我也算有红粉之气了 小丫头 走快 我 小赵 你让开 相信我 嗯 站起来接招吧 跟你动手 不必 不必站起身来 我看你是重伤虚弱无力 站不起来了吧 请说 点他的穴道 令他动弹不得 千万不要伤他的性命 孩儿知道 为了止弱妹妹 我绝不会放过你 原来 原来 你是为了周姑娘才迁怒我 原来你喜欢 原来你喜欢 他竟然已经练到了 乾坤大挪移第七层 画有形为无形 不可思议 太不可思议了 太不可思议了 小叔 不可 小叔 小叔 武当 武当师父还要派人 哥 去吧 各位 今日之事 我武当派已经尽了力了 将是魔教气术未尽 上天 派来这个奇怪少年 前来相助名教 我们若再执意禅斗不休 那么 我们这些名门正派和魔教之间 又有什么分别呢 对 大哥说的是 咱们即刻回山 请师父指点太极弓 日后武当派定会卷土重来 待着少年商与之后再卷胜负 武当就此告别 还请各位门派一起下山歇息吧 姓张的 我和你无怨无仇不想伤你 可是我和杨潇重生四海 你让开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 我不容任何人杀民叫义人 那我只要先杀你再杀杨潇 你当真不让 不能让爱 你六叔 你又杀了我吧 你说我什么 你六叔 吴敬 你 你真的是无忌吗 江湖上 连人都在避问我义父 先寻的下落啊 在不是个欺扰之下 我只能化名为赠阿牛 现在我随时会死 在 在英零叔面前 可以坦然相告 你 真是无忌 你是无忌 大师哥 是无忌啊 是吴师哥的儿子张无忌啊 无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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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 其实说 我 无忌 无忌 你早就知道他是张无忌 张无忌 无忌 难怪觉得他的神态如此眼熟 无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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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阳哪 你得足够不如的隐途 你 不许杀我爹爹 你让开 今天我要替你娘爆出血恨 你真的要为我娘爆出血恨吗 这是我多年来的心愿 好 你就去杀了他 去啊 去杀了这个老贼妮 她是你娘的师父啊 我娘就是被这老贼妮 一招打死的 任五年的七月十九 我永远记得你听 在蝴蝶谷 那老贼妮逼娘来杀我爹爹 你要不肯 老贼妮 就将我娘打死了 这是我几个个亲眼看见的 我 你要是不信 你为什么不去问问 那个老贼妮呢 师太 他 他说我 几顾那是 不错 我灭绝一向名人不作暗事 季孝福不顾连史 与杨霄偷情生子 这已经是违背师门 他不遵师命 还不愿去刺杀杨绣这个淫图恶贼 这等的孽图 留在世上有何用啊 不 嬴六侠 为了顾全你的眼面 我一片好心始终隐忍不掩 这等无情无耻的女子 你何必念念不忘于她呢 不 不 我不信 我不信小夫会对我寡情无意 你问问这女孩子 她叫什么名字 我将杨不悔 我娘说了 这件事情她永远也不会后悔 不 不 不悔的 不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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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不 不 那想想说 他不是的 我还是一起去 你你不许多 他把生产象 不许多 要是 好 你不许多 阿弥陀佛 大伯 七叔 恕之爱先前无礼 不妨 不妨 师父老人家 附体安康 师父很好 闭关前 他老人家总惦记着你 没事就聊起独自一人 带着你往少林 为你一支 玄冥神长阴毒的往事 这一晃啊 都开十年了 无忌 你看 你都长这么大 你拥有这么高的武功 无忌啊 想必你经历了不少风风雨雨吧 师伯 我外孙 外孙 外孙啊 外公 外孙 我的好外孙 原来单打独挑 威朕六大门派的少年英才 是我阴天正的外孙啊 外公 无忌 无忌给您磕头了 好 无忌 好 好 好 素素 生了个好儿子 外公 英王 你自立门户远可不必理会名教 但你依然为护教舍身力拨 这番大情大义务 宋某佩服 无忌啊 您可以下山吗 我 你 小公子 小公子 不急伤重 恐无法远行啊 那好吧 等痊愈之后 定要回武当一趟 也好让你师公见见你啊 叫他老人家高兴高兴啊 我会回去的 我也想师公 我会回武当的 快把我原真师兄的法题交出来 不然我一把大火烧得你们个个尸骨全无 哎哎哎哎哎 你发什么颠的你 这是笑话吗 你这活屠贼我们都不要 要原真的死和尚干什么 你原因 我们一直都在此处 并未见魔教人来过此地 也绝不可能有人在我们眼下带走原真 可是原真师兄的法题确实不见了 只有一个解释 怕是其他门派收取本门死者失身之时 误收了去 张施主 大师 别忘了你我之约啊 若得空 笑可定当登寺拜访 阿弥陀佛 老难要回少林了 无极啊 今日一战 你明扬天下 对明教更是恩重如山 怕你以后多多规劝引导 使明教改邪归正少做坏事 据侄儿所知 其实明教 侄儿尊奉大伯教诲 自当全力而为 那好 我们也该告辞了 记着 商议好啊 就马上回来 知道了 告辞了 明教弟子听令 明教弟子听令 有关于你 以后 也不认为 你认为 你不认为 不可 不可啊 吴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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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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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衝 吴姬 杀 不准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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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赵 讨厌的铁链 我尽量不想出声 可还是惊扰了你 小赵 你怎么跟过来了 好了好了 别哭了 别哭了 我一个人在光明顶 没有亲人 又没有地方可以去 公子带我好 你到哪里 我也跟到哪里 我带你走 公子 公子真的要带我去冰火岛 还是公子带我好 娘说 要地方女人骗我 越是好看的女人 越会骗人 可是我碰到的 只若不悔 小赵 朱儿他们对我都很好 娘的话对吗 是峨眉派的人 我们是峨眉门下 见到火光而来 请教 在下张无忌 请问路上可有遇到我师父灭绝师太 据在下所知 灭绝师太离开明教光明顶 已有数日之久了 师姐 我就说我们跟师父错过头了 不可能啊 师父要咱们分三路接应 又有信号火箭联络 怎么会错过 各位 打搅了 告辞 报仇 校主 我看这事必有蹊跷 灭绝师太打到回峨眉山 不该和接应他的门人错失才对啊 是啊 各门派源头 都有自己特殊的联络暗号 哪有不见踪影之理啊 先是空铜派 后是峨眉派 事情有点不太对啊 天亮上路后为防意外 由我来打前上 好 好 教主 属下就此告别 赶回天鹰郊 完成教主领域 寻得光明右使范瑶 和紫山龙王 外公 这是咱爷两话别 不要那么阴邦邦的 好 好 听你的 无忌 此去冰火岛可要一路小心哪 我不会有事的 见到舅舅 带我向舅舅问好 我也是纳闷啊 他和白堂主 先我赶来光明顶 到现在我还没有见到他的面 我心中好是担心哪 会不会跟朱儿 朱儿 谁是朱儿 这说来话长 我改天再跟你详述吧 外公 一路顺风啊 好 告辞 好 记得那天 舅舅跟我一起去追我一笑 半途发现天鹰叫游锦 难道说 舅舅着了道 教主 教主 前面有情况 是少林四三 一路通行发现了不少奔派都遇害 这怎么回事 不管是谁干的 这事 一定要查个水落 师叔 要不然这笔烂账 一定会记在半江头上 怕有谁其他门派遇害 教主 是武当殷六侠 六师叔 好个丑和尚 六师叔是我 五姬 快帮忙抬上去 不行啊 教主 殷六侠的所有关节都被人打断了 六叔 是谁下的毒手啊 跟三哥一样 是少林 金刚之力 作伤 我记得爹提过 三十个余淡炎 也是被少林派的金刚之力 你的骨节粉碎 因此卧闯已达二十多年 难道 会是同一个人所为吗 六师叔 六师叔 你们不要太难过 你们把这事交给吴季 我一定会让商议的人难逃公道 你记不记得商议的人是什么人 当时天太黑 对方出手又快 谁才看不清楚 肯定是 肯定是光头没错 好 教主 山门是开着的 我们是按常理先帝鸣帖还是 是 教主 当年我和师公 就坐在这儿 身受日晒夜寒风吹雨淋 煎熬了三天三夜 少林寺 不开门就是不开门 我好思念事工啊 教主 我和空文大师有约 直接入死 不必败铁了 教主 少林寺似乎发生过一场大战 你们四下找找 能不能寻得少林寺人可以闻民享有 是 进去看看 嗯 这里经过了一场激战 看起来非常惨烈 少林申诉何止千人 怎么一个人都不见 名教张无忌 求见方丈空文大师 一个人都没有 看来是非寻常啊 手下推论 少林必然受到重重 只是不知 江湖中哪个帮派有如此能力啊 教主 教主 启禀教主 少林罗汉堂中的十八尊罗汉像 好像给人移动过 不知其中是否有蹊跷 去看看 教主 我实在看不出 这十八罗汉有什么古怪 令教主 这每一尊罗汉像 都像给人推动过 本来属下一心后面 另有门户道路 但探查四周 均无密门密道 奇怪啊 教主 走 叫 拿大拓道路 出名了 不知 走 啊 有鸡蛋 来 她说 了 都这么凋鸡蛋 付谁 来 decks 有道理 把每尊罗汉象都转过来看看 先诸少林 再灭武当 唯我名教 武林称王 教主 咱们快把这些字刮掉 不做冤大头 敌人用心恶意 但是刮去这几个字 也未必有用 是啊 少林被灭 这账算到我名教头上 那可怎么办 客家这十六字之人 既是存心嫁祸被教 是本教承担 毁灭少林派的罪名 好让武林群起而攻 可是为什么又使罗汉象背向墙壁 不将这十六个字翻向外面呢 对呀 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这些罗汉象 一定是另外有人撞过去的 有人在相助搬交 这个人是谁呀 这其中的原委 也只有 教主 先诸少林 再灭武当 只怕武当派近乡有难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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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什么人 他们埋伏在 前往武当山的路上 可想而知 目的是在阻截武当派的救兵 教主直管赶路 属下与他们交缠 为父王 自重了 教主放心 我老蝙蝠一向的大命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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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真人果然是一代宗师 听声辨人 贫僧由衷地赶配 弟子参见祖师爷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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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大师法号 贫僧少林空相 参见武当前辈张真人 不敢 大师不必多礼 深夜来访必有要事 请说话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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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遭到了明教的毒手呢 明教假扮围攻光明顶 凯旋而归的我派中人 因此刘四僧众不防 被明教杀的是措手不及 一场激斗 我少林派 迷架乱真 有谁能防啊 张真人 今日中原武林的存亡荣辱 全系于武当一派 贫散恳请张真人 为我少林血迟报仇啊 空相大师 武当少林本是一家 这灭四之仇 师父 师父 您没事吧 总行江湖一生 没有想到 招了假空相的道 只怪我 年轻时 远起少林 心中意志于少林有不解之情 才没有方便 不解释 糟了 听师公说话的声调 就知受伤着实不惊 如果我推断没错的话 师公辅葬已损 我是否 应立即表明身份 相救师公 赛师公 明教大队人马到了紫霄宫 口出乌言慧语说要踏平他们武当派 他们那么快就到了 这位假冒的空相大师 定是明教先前派来取我性命 他抱着必死之心 全力搏命一击重伤于我 若奸计得逞 咱们武当今日恐怕要不少林后尘 难以自报 师父 我们跟魔教拼了吧 不许呈匹夫之用 武当兴亡 无足介怀 只是武当派的绝学 却不可因此而中断 代言 师父 我做官十八月 误得武学经药 太极剑和太极拳已无瑕疵 此刻我传授于你吧 师父 弟子残废已久啊 我 听着 我这套太极拳和太极拳 跟当今武学全然不同 将就已静之动 后发之人 远桥 廉州 松西 离亭 生骨都不在身边 代言 你必须身负 传我生平之决意的重任呢 是 请师父赐教 这是太极拳的 起首士 滥雀尾 单边 提首上士 白鹤 亮翅 樓西傲步 颈部 斑蓝锤 如风四壁 十字手 暴呼归山 探戟 既是一慢打快 眼睛制动 阴阳变化 我是惊威傲弱的上乘武学 这套拳术的诀窍是 虚灵顶境 寒凶八倍 松腰垂臀 沉坚坠肘 十六个字 纯以一行 罪技用力 行神合一 但爷 你懂了几成啊 弟子于鲁 只懂得三四成 那也难为你了 你五师弟悟性最高 可惜不幸造王 否则 当传我这门绝技 这全境 首要在四松非松 将战未战 竟断亦不断 张三丰 再不出来 我一把火烧了你到关 快出来 快出来 大爷 你全身残废 明教不会对你防备 千万借急借躁 更不可强行出头啊 倘若我苦心所创的决议 不能流传后事 那你可是我武当派的罪人了 弟子受教 走吧 去见见明教的人 抬我跟着师父 我个人 你快点 准备 还好 我 那我 你 然后 这 我 那我 去 那我 这位是我师尊张真人 各位来到武当不知有何见教 难道没有为首的可以答话吗 教主到 白铺 原来一切都是他的道会 难怪少女派会一败同弟 晚生张无忌 今日得见武林中北岛之望 幸会幸会 张无忌 老到万万没有想到 名教教主竟是如此年轻俊美的少女 巧得是名字又偏和我那无忌徒孙相同 张真人 您真是好眼力呀 一看就知道我女扮男装啊 贫道的几个徒儿不自量力 曾赴贵教讨教高招迄今未归 不知他们下落如何 还请张教主明示 宋大侠等人在本教的手中 而且受了点伤 不过姓名并无大碍 至于那位英六侠嘛 我那姓英的小徒呢 哎呀 那英六侠就可怜了 和那位于三侠一模一样 这四肢被大底金刚纸全给折断了 施主 施主 这人哪视死不了 不过动弹不得 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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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正真人似乎身体不适哦 不老张教主操心 老道见朗得很 那晚生就有一句良言相劝了 强 补贴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地莫非王臣 我蒙古皇帝威震四海 蒸蒸人到时若能孝顺 皇上肯定力当疏风 武当派大蒙荣宠 宋大侠等人人无恙 到时肯定会风绝佳禄啊 明教虽多行不易 胡作非为 却一向与援兵作对 曾几何时却投了朝廷 老道是否封关太久 倒是孤陋寡闻了 弃暗投明嘛 实实物者为俊杰 少林派空文神僧以下 各个都效忠朝廷 本教见大势所趋 追随天下贤豪之后而已啊 袁顺帝残暴 多害百姓 这是民怨四起 贫道虽是方外出家之人 但也知大义所在 空文乃当世神僧 岂能为势力所趋 你这姑娘何以说话颠倒是非 这么说 张真人是不肯归顺我朝了 你字字句句 听得一清二楚 还要贫道重复吗 张真人既然如此冥顽不画了 那我也就没什么话好说了 请各位跟我走吧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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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叫张教主坐下 晚辈我一笑参见张真人 韦先生不必多理 久仰轻易浮王 轻功绝顶 事所罕有 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哪 啊 张真人夸奖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姓赵大 你冒充名教 破坏本教民生 用意何在 男子汉大丈夫 何必如此阴险毒辣呢 哼 我本来就不是什么男子汉大丈夫 小女子阴险毒辣 你想怎么样啊 哎 你不要老是这么男不男女不女的好不好 害得我口快说错了话哦 咱们言归正传 你冒充我名教之名 先攻少林 再饶武当 到底是居心何在 你又是什么来历 啊 不说话 那我就要开骂了啊 我要骂到你说实话为止 你这个臭 我我我我我 哪个替我张嘴 是 哈 大师傅 让让让让让让 让个路 名教张教主坐下 有行散人布袋和尚说不得 参见武当掌教祖师张真人 你们 你们把平道弄糊涂了 到底谁才是名教的人哪 啊 笔教奉张教主之命赶来救援 现都在武当山下听候差遣 哼 虚张声事啊 嗯 嗯 要不要我发信号攻上山来 正是我所言不假 啊 你是说奉教主之命 我是怎么说了 那他人呢 叫他来见我 啊哈 你这话一出 你就不打自招 承认自己是个冒牌货了吧 嘿嘿 张真人也已经分出无敌我了吧 你别得意 就凭独鞭符和一个臭和尚 成不了什么气候的 再加上我呢 我排名英王 英天正 英王 你也来了 接到光明佐世杨霄的传令 知道亲家有难 一路上 我骑死了巴黎马 飞奔而来 张真人 晚辈斗胆叫一声亲家 请恕罪 我徒儿张翠山和你千金殷素素 已结成夫妻 你叫我亲家 那是理所当然的了 明教的高手越来越多 仇华多时 沈山安排的计谋 看来今日难以成功啊 但是 好不容易将张三丰打成重山 这是千载难逢 绝无第二次的良机啊 今日若不乘此机会 灭了武当派 日后将更加棘手了 江湖上传言 武当乃正大门派 岂知耳闻不如目见 原来武当暗中和魔教勾勾搭搭 全仗着魔教撑腰 根本不知一提 赵姑娘 你这句话说的太没见识了吧 张真人威震武林的时候 只怕你爷爷还没出事呢 你个小孩懂什么呀 是你说的对 还是我没见识 那得由武当来证明啊 如何证明 今日前来 专程讨教武当绝学 武当派不论哪一位下场 我们都乐于奉陪 武当派到底是确有真才实学 还是浪格虚名 交战之后 既能照告天下了 至于明教和我的过节 日后再慢慢算账也不迟啊 张无忌这个臭小子 奸诈狡猾 我日后见了他 一定要扒他的皮 抽他的筋 一消心头之恨 很好 很配 独蝙蝠 你说什么呀你 赵姑娘 本叫张教主少年英雄 你赵姑娘美貌如花 看起来年纪比我们张教主呢 还小几岁 这么着 我老蝙蝠给你们做个 现成的梅 你就嫁给我们教主如何啊 啊 张真人 你若不肯露一手 就留句话下来 说这武当派呢 乃七世道明之辈 我就立刻带人下山 并归还宋远桥等人 天都亮了 这样吧 一战定输赢 阿大阿二阿三 你们站出来 张真人只需将我这三个不周六的家人打发了 我就佩服武当派的功夫 确实是名下无虚 要不然嘛 江湖上自有功论 也不用我多说 张真人 你就先跟我家的阿三 比比拳脚吧 张真人 请 好 好 好雄厚的内力啊 连老夫都自叹不如 这丫头手底下怎么那么多奇人异事啊 张真人 您要是不想下场 只需交代一句 我不会动蛮硬兵啊 太师傅 这位施主要见识我武当派的拳技 又何必劳动太师傅大驾 让弟子演几招给他瞧瞧也就够了 这位施主 足灯青砖使的是少林派金刚伏魔的外加神功 像是西域少林一支的高手 你小孩强出头 恐怕疑乱击石啊 少林外支啊 那我更有兴趣了 是 师傅 他怎么会抬积拳呢 这名小童不是你的弟子吗 我没见过他呀 啊 啊 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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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呀 呃 呀 太极门转 是断绝 当得机得势 令对手齐根自断 一招一势无需节节贯穿 阿三打黑羽断续高了 本门的虚骨妙药秘密至极 连本门弟子也不知道 你这小童从哪里听来的 我是顺口试的 看看胡青牛的易经是否有误 还真有了 拿来 没有 拿药了 没有 拿药来 没有 无常江大河滔滔不绝 把黑羽断续高拿出来 想不到堂堂的明教大教主 这么没出息呀 在武当假扮起道童来了 赵姑娘言之差矣 先赴翠山公 正是太师傅做下第五弟子 子随父 我张无忌就是武当人不须假扮 徒孙张无忌叩见师公和三师伯 释出仓促未及秉明身份 还请恕欺瞒之罪 孩子啊 孩子啊 我一直以为你已经 太好了 你没有死 太好了 太师公 无极好想你啊 翠山又后了 他可含笑九泉了 张志远 恭喜你啊 交出这么一位好徒孙哪 我也应该恭喜你啊 生了这么个好外孙 什么好外孙好徒孙啊 两个老不死 生了一个奸诈狡猾的小鬼出来 赵姑娘 阿三是你的手下 想必你定有黑玉段虚高了 请赐予我三师伯六师叔 以便治好他们的断织 我为什么要给你啊 我啊恨你入骨 不将你碎尸万段 难抵昔日在绿柳山庄岗楼中 多轻薄羞辱之罪 那日 为了解救我教中人 事在紧急 才不得不出此下策 其实在下 绝无丝毫轻薄之意 你要黑玉段虚高 那也不难 只要你答应我三件事 我便双手奉上 哪三件事 我现在还没想起来 等到我想起来了 我说一件 你就做一件 那怎么成 如果你要我自杀 要做猪做狗 我也必须依你 你 我不会要你自杀啊 也不会叫你做猪做狗 就算你肯做 只怕你做不来 好 只要是不为狭义之道 而我又做得到 我张无忌 依你也无妨 公子 来 张公子 小赵 公子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放心吧 你怎么来了 我和布鬼姐 陪鹰六侠 他们一起来的 那六叔呢 他们就快到了 阿大 在 这把姓张那小子的两头胳膊 给我砍下来 是 用倚天剑 欺缝我教主 手无寸铁 我就是卑鄙 怎么样 谁叫她把我送给她的东西 转送给别的女孩 好 估计 看太极剑法 好 武忌 看清楚没有 看清楚了 还记着没有 已忘记了一小半 现炒现卖也难为你了 现在怎么样 已忘记了一大半 糟 教主越王越多 那她就 张建人 你这路太极剑法很是深奥 看一遍 无计怎么记得住呢 请你再试一遍 给我们教主瞧清楚 现在呢 我这下全忘了 忘得干干净净的了 不坏不坏 忘得真快呀 他们 土村俩在干什么 林阵学武 未免太迟了吧 林阵学武 好 坏不浓 啊 主人 属下无能 甘领罪责 什么事 别再起来 别再起来 大师伯 无极 无极如 你快去盯他 无极啊 真的是你吗 是我无极啊 我来救你的了 无 无极啊 没用的 我们中了玄冥二老的石香软精散 内功尽失 现在浑身筋骨 软弱无力 你就是救我们出去 我们也走不了多远哪 大师伯 无极啊 你听我说 你要救我们出去只能拖累你 你要好生保重自己 替我们孝敬师父 延续武当乡脉啊 可是我 可是什么 你再啰嗦 我就揍你 听你大师伯的 快走 爹 好像有人来了 无极 快走 快走啊 那边不是万寺吗 赵阳 糟糕了 万寺失火了 顾大师 赵姑娘 失陪了 等等我 我和你一起去 汪宝宝放火烧塔了 踏实不在乎您的性命啊 不行 既有人保命要紧 读解了吗 差不多了 援兵放火烧塔了 赶快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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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走 快点 诸位 诸位 诸位的功力恢复得怎么样了 阿弥陀佛 多谢施主相救 是啊 是啊 刚才你赐解药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错怪你了 真是不应该啊 和太冲再次道歉 我是观察教导的命名 王宝宝放火烧塔了 火事马上就要控制不住了 咱们得赶快想办法 看看 怎么出去啊 是 贺老二 你听着 你再上一层 我就把这只鹿扔下去 那个时候单把他摔成一团鹿肉架 哭不毒 哭大师 我师兄弟跟你往日无缘 近日无仇 你何苦如此跟我们过不去呢 哭大师 你想要救你的老情人 灭绝师太 和你的女儿周姑娘 尽管去救 师父 你别不阻拦 只要你放了我大师兄 我玄冥二老 是我一是银 是我二是二 绝不食言 满嘴胡说八道 律师父 你说什么也没用 陆丈客是我的护身符 我就不放 是谁 是谁在哪儿胡说八道 是谁 师太 师太 他家那贺老儿 岂有此理 师父 直弱 你还好吗 臭老鬼 你嘴里不清不白地说些什么 老师太 我请你劝劝你的 老朋友 先放了我师兄 我可以担保 你一家三口 平安地离开 什么一家三口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 师太 贺老儿的意思是说 你我是老情人 你的徒弟周芷若 是咱们的私生女 他侮辱我不打紧 反正我老脸皮厚 可您不同啊 您是一代宗师 一生清明啊 你闭嘴 何老鬼 你上来 老爷掌声跟你说话 不是我信口开恒 师公 准备 你带我 杨汐 杨汐 来得好 给我拿下 纵箭 王伯寶 上 上 上 教主到了 姚总使我不是不让你来吧 下担心您的安危 猪坛主已在路上 随后到 您叫叛逆来得好 来一个杀鱼 来两个杀胜 范有使你那边怎么样啊 不妙啊上下不得啊 教主 我们不是跳下塔摔死 就是煤火烧死啊 给我冲 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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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王 你们跟我去汝阳王府放火 教主他 只要汝阳王府失火 王宝宝一定会带人马往回撤 保护汝阳王的安全要紧 我这是调回山 府邸抽薪之计 你先听父王安排 走 何老鬼 你上来 上来 师太 这都什么节骨眼了 你还在跟那个贺老二打口水仗 我灭绝一生清清白白 我不允许他当着各蒙各派 齐老面前 无中生有地救入我 这种时候连性命都快没有了 还顾什么面子 我已经抱着一死之心 不能在临死之前名誉扫地 你给我上来 随你吧 何老鬼 你给我上来 上来 张公子 等等 张公子 请不要伤害我哥 妹妹 快下令救火放人 父子我对不起安慰了 郡主不好了 什么事 王府是火了 是火了 赶快回去保护爹 我们走 九龙 扫出危险了 塔上的各位前辈 请注意跳下来 在下在这里接着 开什么玩笑 这塔高最少有十余杖 人跳下去是何等的力道 张无忌就算有天大的门领 他也接不住呀 是啊 我们的功力还没有恢复 跳下去也准死无疑 千万跳不到 不要上了张无忌这小子的当啊 没错 他一定要骗咱们摔个粉身碎骨 好报光明顶之仇啊 我呸 亏你们这些人还自称名门正派 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负 我们教主有些害你们 干嘛要我送解药给你们 早知道这样干脆毒死你们 我们宁卫剑蛇也不向魔教低头 对 好 我看你们有多硬的估计 各位前辈 烟火弥漫再不跳 势必禁术葬身火枯浪 要死要活 你们自己决定 过其说 其他人也许有所顾忌 相信我无计不会害你的 你先跳吧 这 过不了那么多了 我先跳 七弟 我信得过无忌 七叔 怕只怕张无忌武功再强 便绝技掀不住这下坠的力道啊 与其在这活活烧死 还不如跳一下摔死 无忌 我下来了 七弟 七师叔 相信我无忌不会害你的 无忌 我下来了 大挪仪 没事吧 没事 大师兄 无忌用乾坤大挪仪把我接住了 你们快跳起来吧 郭大侠 你来盯住他们 好 盯住 再看一下 现在你们该相信 我们教主是真心诚意的救你们吧 是是是是 来来来 那我们咱们跳啊 跳跳啊 别别别 拿过来 我还真以为你们是胡杜英的狠 还不是一个胆手吧 我来了 比刘英的狠 一圈 没有 你 是 是 建筑 恕不愿宋 莫大侠 这里就交给你了 放心 宋大侠 秦叔 快跳 芷若 你跳吧 芷若 火已经烧上来了 晚了就 我要等我师父 芷若 靳玄 我们跳 芷若妹妹 你等师父 我先 我先下去了啊 宋大侠 请快点 秦叔 快跳啊 爹 你先跳吧 我要等芷若 宋公子 你不要多说了 我会陪你的 一直陪到你安全为止 宋大侠 我们先跳了 走 哎呀 这女大不中容 你看我的儿子 秦叔 爹 跳 快 爹 跳啊 咱们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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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芷若 芷若 听叔 不要影响无击救人 芷若 快下来啊芷若 周姑娘 赶快跳下去吧 火都烧到眉毛了 再不跳就来不及了 我要等我师父 师父 师父 别管我 你先跳 师父 卑鄙小人 我留你师兄有何用啊 来 师兄 你师兄 多谢教主相救 持我一掌 三有事 秘军师太 周姑娘 你们快跳下来啊 师父 不 芷若 我这掌挨得可不轻 你快跳下去吧 不 师父先跳 我再跳 我还有账要跟他算 我哪有欠你的账 你少说废话 我懒得理你 教主 我来了 芷若 我们下去 芷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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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知若 记住师父的话 一定要找到一天剑和屠龙刀 光大峨眉 师父 你别忘了 你发过的毒石 师太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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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